下面说 世故若与同居 但见同居本土者 这说法之佛 只是世生化身佛 这是说六道里面的凡夫 迷得神 业障很重 见到的佛像 见佛就是我们自己心智所感 佛自然硬化的 佛没有分别之处 是我们自己心变现出来的 真正是一切法 从心相生 佛现身都不例外 若见世报土 再见报神佛 若见长级光 那就见到法神佛 佛之三生 譬如牧尼宝珠 珠体 珠光 珠的影像 三者不相实力 一戒十三 三戒十一 所以 法神 报神 印化 三生 也佛如实 同居 横居 上山土 也是这个意思 这意思 登地舍神 横神 表上山土 一挤在同居 同居土里头 有方便土 有舍宝土 所以 往生到西方 极乐世界 你能见到很多阿罗汉 那么就是舍 方便土跟同居土 包饿 同居土的人 能见到方便土 不仅看到方便土的 罗汉 辟者 还能看见 舍宝土里面的菩萨 观世音菩萨 大师之菩萨 文殊 不仅 在同居土里面 也能见到 我们这边 这个山土 有隔岸 见不到 他们能见到我们 我们见不到他们 这个障碍 现在 科学家 所之谓的 空间 维持 不一样 但是在极乐世界 空间 维持 没有了 维持 没有了 就都在一起 通通 能看见 能够交流 这些大菩萨 对我们 初修的人 小菩萨 也非常 爱护 所以我常常 讲的是 为了大家 听得懂 听得清楚 方便 起见 我把 极乐世界 这个山土 称它做 高级版 舍暴 是高级版 方便 都是中级版 同居 都是初级版 这大家好 都 那么在 极乐世界 这三个班 在一起上课 所以大家都能 看得到 佛义 一应 二说法 众生 随类 过得及 妙啊 阿弥陀佛 在讲台上 讲经说法 你是什么程度 你想听什么 听的就是 坐在一起 坐在戈壁 他听 想听的 跟我不一样的 他听是 他听的 我听是 我听的 一点都没有障碍 这是科学 我们这个世间 科学 没达到这个地步 极乐世界 早已经 落实了 他完全做到了 那么底下这个比喻 也好 佛的三神 像摩尼 宝珠一样 珠的体 是 长级光 朱的光 是射宝图 朱的影 就是 同居图 跟方便图 三者 一二三 三二一 不相 是利 所以 发生 报生 印花 三生 跟这个道理 是相同 同居 你看 横居 上 三图 在同居图都见到了 也是这个道理 表 上面的三图 一级 在同居 同居 有方便图 有射宝图 有射宝图 有长级光 尽图 固 老老老实实 不要好高位 像偶一大师所说的 大师当年在世 他是明目清楚的人 出身在明朝 原籍在清朝 有人向他请教 你老人家将来往生 是什么样的品位 他告诉别人 我决定往生 同居图 下下平往生 我就很满意了 这样 欧阅大师 行事处 心贫其虎 没有丝毫 好高位 老老实实 我决定的事 这是我们 要效法的 要努力的 同居图 生到同居图 等于生到 舍宝图 等于生到 方便图 换一句话说 极乐世界师徒 一生一切生 这是殊胜功德 不可惜 感谢您的